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市政府建管处拆除后 不到半年又死灰复燃 违建物甚至变成了斜坡状 让当地里长相当担心 万一水泥沙石滑落砸伤人 后果不堪设想 镜头拉近就看见一位男子 将脸盆内的水泥徒手挖取 覆盖在凌乱的钢筋上 弄成一片邪屋顶般的废墟 这是在台北市吉林路上的一处民宅 屋主在顶楼增盖违建 经里长反应后 建管处派人拆除 但不到半年时间又死灰复燃 且对比拆除前的模样 如今景象更加令人担心 原本之前违建拆除的地方 就变成一个支架 让它里面有一个空洞 现在想要把它上面铺平 而且这个地方比上次更危险 因为它的坡度 已经变成一个陡形的坡度 如果上面有些少地震的话 上面的东西一定会滑落下来 所以现在已经到第二次 非常危险的时段 所以如果政府再不重视的话 这个应该诉诸于公众 大家来裁决了 到正常像这种情形 比我们一般的家庭委建还严重 那这个应该是到了公共危险罪了 到正常拆除以后可以带回球场 请相关单位再重视这一块 因为这个东西 它如果砸伤到两楼顶上来下来的东西 一定会产生重大的伤亡 所以希望政府在适当在处理的时候 可以重划 然后到时候请相关单位 来把这些东西全部清除 然后再作为球场 因为它这个房子的地体 还是他们家的 应该是拆除了 会用以及拆那个杂物的清除 就由他们来支付 那政府只是把开立单进 到时候有还原裁负负给他们 李蒋说 屋主不断在顶楼加盖废弃物违建 严重威胁路人生命安全 万一水泥沙石滑落砸伤人 后果不堪设想 希望市府能够彻底解决 不要等出事才来补救 记者领期会以台北报道 深耕松信选区16年的台北市议员 许淑华成立竞选总部 支持民众络绎不绝来到茶会现场 和许淑华合照高喊动算 许淑华议员感谢在地乡亲 长期以来对他的支持和信任 这次选举不敢松懈 肯托乡亲们继续以选票来支持他 感谢你们来支持许淑华 贺秀华的通话来同学 谢谢同华都提到 其实教育就是根本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朋友 来特别送了一朵 以淑华来给淑华阿姨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先看前面的镜头 好谢谢 我们好朋友 我还有习书花 大家好 动想好不好 习书花 动帅 习书花 动帅 习书花 动帅 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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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好朋友 画面现场是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许淑华的竞选总部成立茶会 大批支持者来到现场高喊动算 为许淑华加油打气 也热情的排队与他一起合照为他加油 这次安排的表演团体都是来自于重视本土文化传承的单位 许淑华议员希望借由这样的表演让大家一起来重视台湾文化的传承 大批支持者来自重视台湾文化的传承 16年的议员 没有他们的努力 我也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做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我先介绍我的服务团队给大家认识一下 我的服务团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当国武商大哥 然后大小事情他都很会瞧 很会处理 地方呢 没有他我就选不上了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连俊逸 我的姓逸的服务团 姓逸的都是连俊逸在跑地方基层 还有子汉周子汉 来周子汉也是 不要看他这样 他其实他们家很有钱 他也不缺钱 但是呢他就特别来帮我做这些基层的服务 感谢有这么多的支持者来我的总部 虽然今天下雨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热情的来参与 我非常感谢 那表示我在这边16年让所有的居民 那这边的民众非常的认同 那我也感谢大家 对许淑华的一直的支持跟鼓励 让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不然的话政治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啦 那所以真的要认真做事的人 如果可以继续再帮民众做事的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我们尽量选了好的议员 让好的议员留下来为民众服务才是最重要的 现场动算声不断显示许淑华的高人气 以及16年的服务绩效与生根在地的实力 但是许淑华也强调很多人说他高民调 这也让他很担心 现在大家应该都听到我的民调好像很高对不对 结果呢大家现在都在分票了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选区大家都上 那我民进党的支持者也都要 民进党的候选人也都要上 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我 因为大家都跟他说包括那个登山的阿伯 游泳队的那些阿姨跟我讲说 大家都说你民调很高的 跟我给他票我给别人 那可能就高票落选了 那我就不能再帮你们服务了 所以我想在这边还是要拜托大家 尽量能可以的话尽量配票 我的部分要请大家不要忘记我 那我们在座的那我服务过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帮我去宣传一下 我希望这次的选举不要让我失望 然后我接下来再继续为大家服务 大家都跟我讲 你在松山幸运这么多的地方 你没有想要离开吗 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我已经嫁来这里了 我一开始16年前就嫁来这里到这边 还好有大家成席 我们方冲姐里长 有大家成席 然后来照顾我 然后让我在这里可以继续帮大家服务 表示你们认同这个人嫁到这里来 然后也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不会离开你们 很多人放话说我要去金融选 大家有听到吗 也没有啦 因为那是媒体炒作啦 那个不是真的 我还是会留在新迷区陪伴大家 那最后呢 我还是诚挚的感谢大家 因为我想我就把所有的经费预算 我就凑一凑 下午4点五个办了一场儿童剧给小朋友看 那最主要呢 我还是会推广教育 教育对台湾来讲是根本之道 也是对我们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呢 我希望用我的钱存下来 然后办儿童剧给小朋友看 让小朋友了解这个所谓的价值观是什么 这次竞选总部也特别以他 关心富佑与推广体育活动的形象 来作为设计亮点 徐淑华欢迎大家来到竞选总部互动交流 希望在相亲的支持下 让他能继续为在地民众服务 让台北更好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世界卫生组织将10月10号定为 世界心理健康日 每年针对不同主题或是不同对象的心理健康进行倡议 台湾心理健康联盟也聚集了62个单位响应节日 呼吁心理健康人人有权 期盼公司部门齐心合作 分享疫情下对心理造成的影响研究 疫情之下 心理健康是除了身体不事外 需要被重视的议题之一 台湾心理健康联盟在世界心理健康日前夕 发表盟友研究 邀请立委关注相关议题 期盼公司协力逐步将心理健康普及全民 我想在我们上个会期 我们委员会也在修这样的一个精神卫生房 我也很期待这个会期 大家赶快各单的团可以来协商 能够让这个心理卫生房能够赶快过 其实社区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其实每个人的心理健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因为每个人现在的身份压力实在太大了 每个人都有压力 在心理健康的这个领域上 我们也推动了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说长期以来 像是心口四期 大家也希望能够独立沉思 我们也终于争取到在今年 确实让他能够分架 让他能够心口各自沉思 因为我们也看到心理健康的议题越来越重要 包括说还有从我们过去 从精神障碍者的照顾上面 过去绝大多数比较把我们的资源和能力 投入在医疗方面 那当然除了医疗之外 其实有非常多的部分都需要再往前推进 像是上市社会指使的系统等等的部分 这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在立法院里面这一届 率先提出精神会神法的修法 还有包括整个审议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不是全程参与的 那虽然现在目前还没有进入到三股 但我们很期待能够在这一届 甚至是在这个会期 就能够让他顺利通过三股 因为我们知道在大家对心理健康的认识 其实是越来越精进的情况下 但我们的法案是十几年没有修 其实必须要来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固执的部分必须要来把它固住 然后另外还有像是我们也是成功争取到 在这个长效争取的部分 其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比较有一个 稳定的服药性或顺从性的情况下 其实也很需要我们政府资源的支持 那也非常感谢 为服务这边投入相当预算来支持 支持这个长效争取的部分 所以这也是我们持续争取到的 最非常高兴趣今天能够出席这场计程会 还是希望能够再次换起更多的正式 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想这是每个国民都可以一起来推动 光是让大家愿意看到心理卫生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过去因为长期的污名化的关系 可能有时候觉得心理不太健康 他可能不好意思去纠正 或是不好意思寻求资源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不好的状况 其实必须要能够面对自己心理上的健康 与否能够有所意识到 才有办法更进一步的来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要从预防到刚刚讲的不管是学生或刚刚有长照的一些 我们像一些病友 心理健康等等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追随各位 在今天这么一个实验室之前 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记者会里面 中央我想我们会持续的 来跟我们所有的协会做一个好的配合 各省市卫生局也响应心理健康日 各民间团体也分享 疫情下民众心理健康的相关调查报告 我们在台湾香港跟巴基斯坦 一直到今年的9月20号 我们累计的这个统计 其实在这三个地区 真正的感染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都在31%到33% 但是如果我们特别 把其中台湾的资料凑出来 那我们就去做了在里面 我们一直在嘴中的有关于 他们是不是会发展变成中重度的忧郁 那就中重度的忧郁上面来讲 你就发现说这些感染者 其实他确实大概有15% 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那这15%他们就在整个的心情上面 出现非常大的变化 同时我们在另外一个交易上的量表也是 大概这15%的人 真的他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那在进一步我们想要看一看说 在一些性别年龄有一些他真正我们想知道的 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些背后的因素 那我们在分析完以后 就发现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是 如果他的血历是在高中指寒以下 那其实会变成这个中重度的比率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到达70%几 我说事实上是真的在社会的弱势 但是特别是教育程度 我们并没有特别收集他们的经济收入 经济的这些背景 但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血历如果在大学或者是研究所 他们会发展变成这个中重低流域的比率 大概只有25%左右 但是在这个教育程度比较低落的 真的他们受到的这个冲击 这样这样的大 那当然我们并没有特别再去做 非常多背景的最终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经济上受到的冲击 有可能是他的生活受到冲击 那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家庭 那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 其实我们有观察到在今年的8月到9月之前 到8月9月之前 从5月开始就有很多孩子必须要远距学习 开始有很多的行业开始要远距办公 那这个其实会跟去年跟前年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去年跟前年毕竟感染的人数 还是不是太多了 那今年其实是以几万个 几万个Machandex在里加 那就发现说这些 在比较的教育程度比较低落的这些家庭里面 或者是弱势的家庭里面 他们就有比较多的家庭纠纷 那我们也有试着想要去问这些家长 那这些家长就会告诉我们说 他会跟孩子抢同一台电脑 他们会一起竞争这个网顾的资源 那一个要上班一个要上学 那他们的通常家庭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那彼此的干扰非常的大 那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 发现他们这种出现情绪低落 或者是出现压力太强大的这个状况的出现 我们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 就民众的心理健康里面的情绪困扰 前五大的大概有三到四成的民众 他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不安紧张 加异焦虑跟烦躁 但是情绪敏感以及所谓的 天天害怕确诊者的足迹 怕染疫还有关系冲突紧张 如刚刚之前老师所说的一样 这个是他们大概有10到20%左右的人 但事实上还是有5%的人 他充满了死亡的焦虑还有1.5%的人 他们其实是有自杀一面的 那在下一章你就可以看到 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比较是 一般的情绪困扰的调查里面 进一步去做这个一般 我们会做的忧郁症的筛检的话 那我们做出来的比例呢 其实没有比一般没有疫情期间来的高 我们目前的比例大概的盛行率 大概就是16.4%左右的 我们用PHQ-9这个所谓的病人忧郁的量表 可以去测出来他的中重度的忧郁的情绪 可以到16.4% 但是我们还有刚刚所讲的一般的民众 也就是8成左右的民众 其实他是没有忧郁 所以光用忧郁筛检 其实筛检不出来他们的情绪困扰 那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看这些人 进来还有一群人士也没有忧郁 也没有幸福感 也就是他们是无感的一个族群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青少年蛮有那个无感的 但事实上他们很有高风险的危险的出去 那我们看下一张的时候呢 我就用这个下一张 从幸福感的角度可以来看 我们用心理健康VMI三个元素 他可以预测我们的忧郁 结果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高忧郁的民众在疫情期间反而是多的 也就刚刚施贤老师提的这个心理任性 或正向心理健康 我们在台湾这个疫情期间 反而是比较有被促进起来的 但是呢我们还有两成的民众 是所谓的正向幸福感是没有的 那其中一成就是我说的 他也没有所谓的忧郁跟精神疾病 其实就是无感 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 这其实是我们的所谓的 心理亚健康的族群 那另外一群是所谓的 比较是大家等一下会看到 就是比较多是所谓的 可能是有精神疾病的民众 然后他又没有幸福感 那就是更加的混乱 我们就更加的担忧 所以下一章我们可以来看到的就是 现在我们很希望的就是 不是只是从疾病的观点去看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忧郁或焦虑的倾向 你如果再用正向幸福感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们台湾的民众 真正能够达到所谓的低忧郁又高 幸福感的是右上角 在疫情期间可以高达7 百分之72.6也就是七成左右 那我一般的研究是大概只有到六成 那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刚刚讲的既很忧郁又不幸福的 这个所谓比较混沌型的 其实就混乱型的这样的人呢 其实他大部分心理最不健康 而且大家特别注意的是 他是20到39岁的年轻族群 然后高中之下的教育程度 大部分是未婚 独居 还有没有参加任何的 不管是慈善团体 宗教团体 还是所谓自己的个人所属的团体 然后年收入在50万以下 那相对的刚刚讲武感的这一群 就是他也没有忧郁也没有幸福的 这一群冷静型的人 看起来就是我们现在来看起来冷冷静静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你有11%心理疗健康 那这样的人无感的人反而是我们很担心 因为他一旦有重大生活变故 他就会掉进这个所谓的混沌型 那还有一群就是刚刚讲的 情绪敏感又高压力的族群 或者精神疾病的人 他可以奔战到有一半 大概有将近一半 6.8%的人他依然可以在奔战底下 就很像我们是癌症病人 身体疾病的人他会更懂得养生 所以这样的病人还有蛮大的一群人 他们是努力的奋战而学会 今天谈到的人人心理健康的条件 我就可以学会所谓的心理健康 所以在最后一章里面我们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下一章 君函再帮我按下一章 就是我们要教民众怎么样子去拥有 他心理健康的条件 而不是我被筛检出来然后就送医 我才能得到我的心理健康的条件 那我们的联盟有六十几个团体 就是从各个角度在促进这样子 包括读书也可以跟朋友聊天也可以 所以我就推出这个心理健康 BMI三大元素三大条件 那这个其实是世界上的正向幸福感的 心理学的研究 人的幸福感来自于三大元素 一个就是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幸福感 一个就是来自于自己情绪调节的能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幸福感 那如果对照到我们中国人在讲的 幸福的定义的话 快乐的名词你们可以去Google 到底有多少的业名是我们古往文化教导的 其实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 自主尝乐以及正德其乐 所以如果民众能够被教会更大的保有正向的心理健康 其实它是可以跟很大的交易跟忧郁共存的 台湾心理健康联盟邀请关注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团体 起居一堂 目前已有62个团体开启交流讨论 期盼透过公司部门合作 制定出属于台湾倡议的三面向 预防促进平等共融全人全程全世代 照顾民众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加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加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即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持续扩大招商引资 特别北上举办2022台南产业发展前瞻愿景交流会 邀请经济部投资业务处 欧洲在台商务协会 台北市日本工商会 一载会代表 以及北部级台南在地企业参加 希望透过各项招商策略 打造台南成为全台投资首选城市 近年来台南市以南科砂轮双引擎产业发展模式取得佳击 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持续扩大招商引资 特别北上举办2022台南产业发展前瞻愿景交流会 希望透过各项招商策略打造台南成为全台投资首选城市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非常多的贵宾 包括经济部的投资台湾事务所 还包括欧洲商会台北商会等等 包括我们在地的一载会 还有很多台南的企业家 也一起来跟这个北部很多重要的大企业 或国际的企业来进行台南的招商的一个宣导 那也借这个机会大家来分享台南这三年里面 飞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招商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在台南的双引擎的一个架构之下 不管是南科或沙伦的智慧绿能科学城 这样的一个开发 从整个制造到所谓的研发 我相信台南在整个产业的部分 我目前正在极其直上 那许多国际的企业 包括一些国际的大企业 那么在今天他们一起来参与的部分 也能深切了解到台南未来 在整个经济产业上 还有在高科技半导体 以及在产业转型很多的不同 那么大家对台南也急去信心 希望有机会能够在台南有更多的投资 过去几年 我们台南市的产业经济 在各位企业的努力下 拥有非常好的成绩 包括去年所累积的总产值 突破了历史新高 达到1.28兆亿元 升格以来 所累积的投资金额达到2.2兆元 衷心的祝福 大家在这一次的交流中 能够帮忙我们台南市 提出更精进的发展建议方案 也帮忙各自的企业 找到更好的合作伙伴 陈凯林局长表示 台南目前蓬勃发展的 半导体产业 像是IC设计 绿能科技 以及自驾汽车等相关产业 市府也积极协助业者 透过软硬体建设投资 汇聚学员人才等方式 吸引厂商来台南投资 那透过不管台南市政府 在绿能产业的加速发展 以及研发的这样一个发展 未来我们希望发展一个金三角 不光是只有台积电 沙轮 我们也希望软体产业发展的部分 也能在台南快速的成长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招商里面 我们也会强化来希望 台湾或国际 这些配合跟资安有关的 这些软体的大企业 能够来台南进驻 我想软硬兼具 一直是台南市政府 非常积极的一个作为 我们希望透过软体的发展 软体的制造 跟软体的开发 跟硬体的制造 这样软硬兼具的一个做法 让台南的经济产业 更上一层楼 随着全球产业趋势变化 创新与传统产业并进发展 台南以文化古都科技新城的优势 不仅成为最具投资潜力的城市 也带动新一波南漂工作趋势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捷运站不只能搭捷运而已 台北捷运公司和新兴电子旗下公司 新鲜国际合作 在捷运南京复兴站 建置智慧农业展示区 运用高科技 突破天后地理等限制 营造适合环境 在捷运站栽培无毒蔬菜 打造可食地井教育展示空间 这是捷运南京复兴站的某个角落 捷运公司和电子企业旗下公司合作 运用高科技突破天后地理限制 在室内种植无毒蔬菜 延伸多样产品 供民众欣赏购买 其实新兴电子呢 一直致力于我们环境的永续 这是我们公司营运的理念 那在这个理念之下呢 我们又知道最近 现在有许多的这些环境变迁 还有极端气候的问题 尤其是食安问题 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我们希望能够贡献出 我们在这个科技业的 本业的技术能力 加上农业的一些发展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于是我们就动员了 我们集团的资源 还有产业链的力量 加上我们也招聘了 许多专业的农业团队 一起努力成立了科技 植物科技事业处 在2012年就打造了 我们职业工厂 那在这一次的合作案里面呢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台北捷运 在有共同理念的情况下 大家一起攜手往前走 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其实很简单讲 就是我们想把科技农业 还有我们的都会日常 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一点都没有违和感 很容易就可以清净 我们的智慧农业 在2012年的时候 新兴电子 我们看到了食安问题 我们看到了气候 极关气候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要发展业绩的 永续经营的理念 所以我们在2012年就开始做这个植物工厂 那做植物工厂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在科技制造业 我们有很丰富的经验 那我们用这个经验来 来做这个精致农业的发展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可以 贡献这个社会 贡献这个土地进入我们的力量 那新兴国际 那新兴国际 值得做那个当时 做非常 high quality的 水根资产 我们水根资产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种 那除了这以外 我们还是用这个原色 来发展 来发展像面膜 像风铁面包 像那个青石沙拉 像那个 这个酵素粉 这些科技的那个产品 那我们其实我们希望说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 照顾员工的角度 从一个点 扩大到整个社会面 主要是希望能够跟 这个国际的 这个知名的科技大厂 因为新兴电子在这个领域上 是非常专业的 他们透过这样的专业的知识 将科技的农业导入 能够带给民众 更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便利性 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节新鲜 我们也可以给民众 这个新鲜的这个 无毒的蔬菜 这样子带给大家 更便利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主要是 刚才提到 就是说在这个地点 我们有大概十几坪的空间 一年可以生产 大概1500公斤的这个蔬菜 那预计的收益 因为我们这边是 我们两个互相合作的 未来也是会提供 主要还是给民众一个便利的一个需要 我们的收益主要还是在一些 这个所节语出来的一个 对北节来讲 我们是大概会有 60多万的年度的一个 盈语这样子 当然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再去 看适当的地点 来扩展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可能性 徐同体验智慧农业展示区定职 把蔬菜育苗移植定职板上 在人潮交至 捷御南京复兴站B1转成通道层 5号出口下方位置 透明展示的空间宛如科技业务城市 每个层架放置一个个水根槽 导入通讯及自动化科技 让蔬菜生长于纯净健康无污染的环境 民众也可以观察蔬菜生长变化 所栽培的五毒蔬菜将提供返售 我们主要都是以生菜类为主 那因为我们这个植物工厂 可以逆季节的生产 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调配 那我们像我们现场这边看到的 都大部分都是蜗菌类的 像比如说我们常常食用的 这些罗曼蜗菌啦 或是绿火焰蜗菌啦 或是有其他颜色像是紫橡木 蜗菌这都是我们有提供的项目 可以让民众来一起享用一起分享 节新鲜的团队来进行这些 比较专业的这个部分的执重 那我相信在我们两边团队的 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更希望能够传导出来的 就是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理念 那我们这次也强调有这个 节新鲜的小学堂 就是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 环境永续的理念 变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 其实这里面还蛮多 我们的一些科技业的一些know how 那主要来讲 我们这些水耕的植物 那当然我们就是会有一些 特别的一些营养液 那我们都是保证这些营养液呢 是无毒 无农药 无添加 非常健康 然后能够让各位民众安心的食用 我们提供更多的是一个价值的概念 如果以价格来讲的话 当然会比我们在外面的蔬菜 可能会稍微贵一些 那不过我觉得我们传递的这个健康的理念 还有我们这个永续经营对环境的照顾环境的友善 这个部分是无价的 今天呢就是我们Metro Flash 利用高科技的这个农业导陆 也是一个新的开幕开始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在我们的今年度 在我们的板桥车站也有这个一个桌球场也开幕了 那在中山站呢 我们也运用了这个一个个人的办公空间的出租 然后另外我们也与这个知名的咖啡业者合作 在我们的大安森林公营站 以及捷运公司的总部 在新中山 中山跟双联中间开设这个旗舰咖啡馆 非常欢迎各位有机会可以到这些地点去使用体验 那这些高科技的这个发展之外 当然我们出此之外 我们当然还是持续 希望能够努力 能够带给各位更好的生活 那今天这个节新鲜 这个科技农业 这个我们的科技农场 我们在这边呢 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 大约12坪的空间 每年可以生产1500多公斤的 这个新鲜无毒的这个蔬菜 可以提供给民众来使用 我们希望也能够在未来 能够再有更多的这个可能 在我们的捷运车站 开设更多的商业的空间 然后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报告 未来我们也很非常欢迎 科技业者或者是这个品牌业者 来加入我们台北捷运的这个各项的提案 我们也会积极的开发我们的场域 来共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带给大家更好的生活 捷运站内也结合元宇宙议题 导入AR扩增使径技术 民众扫描QR Code 就能与海洋生物或恐龙来场 虚实交流 在站点中不仅只是搭乘交通 更沉浸在多元有趣的生活体验中 记者文君台北报导 为了鼓励无私奉献 解决台湾社会问题的杰出奉献者 玉林台湾奉献奖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总共选出一位奉献奖和五位鼓励奖得主 荣获第六届奉献奖得主的是 长年推广干病防治的财团法人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说 相当感谢玉林台湾奉献奖给予的肯定 由公益信托林玉林 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攜手财团法人林玉林 宏泰教育基金会 办理的玉林台湾奉献奖 至今已颁发五个奉献奖 十四个鼓励奖 110个甘领奖 今年第六届玉林台湾奉献奖得主揭晓 由财团法人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获得殊荣 肯定甘基会28年来 推动台湾干病防治 及创新研究的奉献 我想要相对干病不是一处可及 但是假如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 像玉林基金会 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或企业 他们能够预付百应 一起加入保肝的行列 我们消除干病 根除干病的支持就会更早到来 未来十年我们主要的消除干癌 早期发现干癌的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全民护肇运动 台湾的狗犬 不管你有没有BC干 每个人一定要一年至少做一次 假如你有BC干 至少半年要做一次 这样的话干癌就不会太晚才发现 就不会造成悲剧 今年也颁发五个鼓励奖 分别由财团法人 立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上河歌仔戏剧团 财团法人 天主教耶稣会 台北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财团法人 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 社团法人 台湾四十分之一 移工教育文化协会获得肯定 主办单位 公益信托林玉林 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执行长林宏南说 恭喜今年的得主 也感谢他们为台湾 这块土地的长期奉献 我们当时创办人 他就是觉得这些默默 为台湾长期奉献的人 是很伟大 所以他就自己决定 要办一个台湾奉献奖 对那我们一开始办也就想说就是一位得主 但是林选委员他们自己在选的时候就觉得 如果就这奖项只给一个人的话 感觉起来好像不容易做决定 所以我们就在第一届的时候又追加了鼓励奖 对那一路这样走来 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到很多很伟大的奉献者 那所以我们当然办这个就办得越办就感觉越开心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在长期为台湾在奉献 那你会被这些人感动 那我们也慢慢的也体会到 就希望未来也能够帮这些长期的奉献者 帮他们把他们伟大的事迹 推广给台湾的民众知道 那希望也能够感动民众 让大家一起携手来继续提升台湾 奉献奖得主奖金新台币3000万 鼓励奖得主奖金新台币300万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育林台湾奉献奖的举办 让更多人学习无私的奉献精神 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为台湾带来正面向上的力量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住民美术馆十一位绅士作品 在今年十月城市博览会中亮相 受到好评 经过市政府积极协调洽谈合作 十月七号重新返回国门广场展出 时间长达一年 拖着行李撑着雨伞 十一位绅士作品出现在国门广场 在明明细雨中 吸引不少游客抢先拍照 就很像我们现在在做这样的动作 就是觉得哇 跟我们在做一样自己在撑伞 而且基隆又很常下雨 然后做这个装置艺术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这样 感觉上比较热闹 就看起来感觉上比较无耙气息 而且我们借着这一次 声势重返基隆呢 开启了一个艺术向下扎根的一个计划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希望呢 跟基隆往后有更多的 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 把美学扎根在这个国门广场 这个国门城市 我们现在下着雨 布展的时候下着雨 大家趁着雨伞经过 都会觉得它就是我们城市里头 跟我们擦肩而过的一份子 感觉这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间 十一位绅士不论身材彩绘都不同 脸部的线条虽然简单 但能够展出每位绅士独有的个性 也就是在十一位七号呢 正式的开展 那我们这一次的 著名的这一个 著名老师的作品呢 绅士总共有十一个作品 十一座 那这十一座绅士呢 我们借由这个著名美术馆 在这个地方的策展呢 找到适当的位置 跟整个国门广场的意象 来做一个结合 象征了这个国门呢 是游客还有旅人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港口的意象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界展不仅仅只是艺术品回归到我们广场 我们也展开了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教育的合作 他们带来的这个撑伞跟托行李箱也是让我们外地的游客到我们基隆来就可以看到很符合我们基隆的这个雕像 情境就是下雨 那这些绅士呢也是撑着雨伞拖着皮箱 我们十月十三号就解隔了 然后希望呢 这些租民的这些绅士的这些艺术品呢 家长跟小孩们能多多打卡 今年十月城市博览会期间 国门广场出现十一位绅士作品 受到民众热烈回响 经过金融市政府和租民美术馆洽谈合作 十月七号正式重返国门广场展期一年 我们住民老师的绅士系列重新回到基隆国门广场 那这是我们跟住民美术馆厂达一年的一个合作计划 那我们不只是让这个雕塑重回广场跟市民同乐 另外呢 我们基隆市的国小跟国中的小朋友 在一年之内也可以无限次的这个畅游这个中美美术馆 那这是一个艺术扎根 然后这个向下来深入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相信未来基隆市跟租民美术馆也会有更多 而且更广泛的一个合作关系 所以我们是把整个基隆市当成是博物馆 也把整个基隆呢当成是美术馆 跨空间的一个串联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丽 基隆市政府和租民美术馆 还签署了学校艺术教育合作计划 从十月一日起 全市幼儿园国中小师生 一年内不限次数免费参观租民美术馆 希望让更多的城市美学 带入宇都基隆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HOME PLUS 中佳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的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团关心您 111年全民运动会10月8号开始在嘉义县登场 机动市长林又昌亲自授旗机动市代表队 预祝凯旋归来 机动市代表队这次总共参加22个项目 林又昌表示这次全民运动会夺牌奖金大幅提升 希望激励选手争取好成绩 为机动市争光 机动市长林又昌亲自授旗给带队的 机动市政府教育处长杜国震 111年全民运动会10月8号起在嘉义县登场 这次机动市代表队包含选手及对职员共有355人 刘昌除了预祝选手凯旋归来 也宣布这一次夺牌奖金将大幅提升 包括第一名由4万元提升到8万元 第二名则由2万元加码到5万元 第三名更从1万元翻3倍到3万元 希望激励选手士气与信心争取好成绩 期许能打破上一届7金的记录 我们今年特别修改了相关的规定 把这个全民运的一个奖金大幅的提升 那这个金牌呢从4万变成8万 那另外铜牌跟银牌也都大幅的一个增加 那我们希望今年的一个比赛 大家都能够全力以赴 然后超越上一次在花莲 七金三银跟五铜的一个成绩 那大家都做了最好的一个准备 那市长对我们所有的选手大家有信心 基隆加油 市长与市议会议长超年代表 及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等人 也都自证加菜精 鼓励选手加油为市争光 希望大家放轻松我们全力以赴 我相信我们会在跟市长一样 我们期待你们的最佳的前机 带给我们基隆来 这一次基隆市代表队共参加22个项目 其中由常兴女师傅舞师团代表参赛的农师运动 即以中正博中民俗体育班为主力的 扯铃跳绳等民俗体育项目 最被看好有夺牌机会 李师傅的武师 武师委员会在全国是想定当 也到世界去 武师我们预计应该有 二支三面金牌应该有这个机会 而且还有我们的扯铃跳绳这个项目 也是我们基隆的强项 那还有健美 我们很多项目 我们都尽量努力来为基隆市争光 基隆市加油 基隆代表队在比赛第一天就传出好消息 民俗体育跳绳个人赛女子组 由陈宇珍拿下金牌 男子组正立官则获得第三名 接下来基隆代表队还将参加建立 蜻蜓水球等项目 整个全民运动会预计在10月13号结束 基隆基隆基隆 基隆基隆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 有蓝营最强母鸡称号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10月9号贸宇到基隆合体 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一起到仁爱市场扫街拜票 获得许多支持者欢迎高喊动算 随后侯友宜还到谢国良竞选总部参观 肯定谢国良已经准备好了 是最好的基隆市长人选 谢国良 动算 谢国良 动算 一看到侯友宜与谢国良 民众开心的送上凤梨祝贺当选 有蓝营最强母鸡称号的侯友宜 10月9号贸宜到基隆 与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合体 在仁爱市场扫街拜票 沿路获得贪商与民众热情欢迎 当选声不断 还是我们的好偶像 未来的好市长 侯友宜说到基隆来 就是要力挺好朋友谢国良 因为他是最好的基隆市长人选 国良我认识很久 在当立委 认真打招 合法在为基隆做事 所以我认为他来当基隆市的市长 会让新北 基隆 甚至台北 大家都能够共好 尤其新北跟基隆 最重要的就是基隆结议 那基隆结议我会跟国良一起共同承担 我们大家要负责让基隆人有一条路 很快速的可以到达炸台北的中心 让新北好 基隆好 尤其基隆的 结议沿线的产业开发 科学园区的改造 我们都会一起来努力 对于也在竞选连任的侯市长百忙中 前来力挺 谢国良非常感激 也希望未来能与侯市长携手 一起为人民拼好日子 很开心 尤其新北市 大家都知道跟基隆是紧密相连的 那我们侯市长现在也是 国民党里面最有人气的首长之一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他 帮国良加油打气 基隆推选就是在国度 然后兰斗呢 又准这五组六都有捷运的 侯友宜随后到位于七堵的 谢国良竞选总部参观 由谢国良亲自导览 对于谢国良提出的捷运电动车 及教育社福等政策 侯友宜非常肯定 侯友宜还自证竞选小物 是时候了 祝福谢国良 是时候该当选基隆市长 为基隆市民服务了 这些的政见 不但在新北市 也看得到成功的例子 我相信 以谢国良好好做的事情 人真打拼又在地人 了解基隆人 所以我相信 他不但可以做得好 甚至超越侯友宜 我相信国良一定做得好 请大家好好支持 人真打拼为基隆 做事情 创造未来 在地就业 在地安良 以及照顾弱宿执勤 照顾孩子们 最认真的谢国良市长 对于媒体最新公布的民调 谢国良持续领先 谢国良表示将继续努力 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我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更好 但是对手的实力 毕竟是坚强 而且他们有中央地方 全面的 这个用轰炸的方式来攻击我 所以我只能说 今天这个台湾指标民调 我只能说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 包括副议长林佩强 市议员张芳丽 何淑平 吕美玲 秦珍 蓝敏黄 郑凯玲 联恩典 庄农青等国民党议员 也在竞选总部与高人气的后酉仪合照 希望基隆新北团队共同努力 一起打赢年底选战 新北基隆团队 赞不赞 赞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导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则在双十年假举办宠物讲座 与小青蛙剧团演出 邀请市民朋友一起亲子同乐 并且强调市民才是最大咖 希望透过和民众的面对面互动 争取支持 在竞选总部举办宠物美龙讲座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抱着狗儿子通力献身 有营养师专业背景的民进党 市议员候选人许瑞慈 也分享如何准备猫小孩的食物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宠物就好比家人一般 蔡世英强调 如果顺利当选市长 将打造基隆成为宠物友善城市 那世英希望有机会来接放基隆之后 未来我们落实第一座宠物公园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宠物公园我去过很多间 所以我对于宠物公园 应该算颇有心得 我们希望把过去很多宠物公园 做得好的优点学起来 比较不好的地方的缺给我们可以改建 我们希望可以让它变成 台湾最好的宠物公园 一二三 开始 趁着国庆廉假 蔡世英也邀请知名的 小青蛙剧团到基隆演出 让市民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蔡世英特别向在场家长 说明营养午餐预算加倍等政策 争取支持 来接棒的话 我们会来推动营养午餐 市政府的补助增加 希望让小朋友 我们基隆的小朋友 有机会可以成为全台湾 营养午餐预算最高的城市 蔡世英也冒雨和市议员候选人 陈宜及陈君佐合体 到新一市场扫街败票 获得摊商及民众热情欢迎 蔡世英 动帅 世英 动帅 对竞选对手 接连邀请侯友宜及陆秀燕等 大咖陪龙扫街站台 蔡世英强调市民才是主角 他会持续争取市民认同 希望让基隆更幸福 好友宜来基隆 来扫街 其实只有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看起来就是在做秀 那不像我们去每一个市场 我们都认真的跟市场的每一个好朋友 握到手 跟每个来市场 来下的好朋友握到手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市场去做好朋友 都对于基层出身的蔡世英 这表示支持的 他们觉得 一个市场应该从基层出身 才能真正的了解基隆 至于又有媒体发布民调结果 蔡世英表示民调高低起伏 他会虚心接受 持续努力 而从民调数据发现 大部分市民还没有真正做出决定 他会继续争取 为表态市民的认同 最近有许多民调都表示出来 其实很多的市民 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那市民在这个部分 会继续来努力 但是这些民调 对市民来讲 有些市民是领先 有些市民很大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虚心接受 继续努力 最重要的1126才是重点 我们会争取 不表态的市民 来支持蔡世英 一个从基层打拼下来的 真正的为基隆打拼的基隆提示 蔡世英也在国庆日当天 提出一区一托婴政策 未来要在基隆各行政区 建立至少一个公共托婴中心 希望帮助年轻家庭 照顾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记者张旗辰 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罚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